如果草猫一伙全部变成能力者 他们会吃什么果实呢 伟田献编了他们的能力 索隆吃下的是鱼鱼果实换兽种青龙形态 绿枣头配上青龙 开老师直呼内行 索隆的招式中也有许多飞龙元素 比如绝杀龙马时 使用的一刀流飞龙火焰 剧场版卡妹子时 用过的三刀流奥义 青龙银流水 伟田还脑洞了一下 如果是刀变成了青龙 会哭到爆炸 那每次下的是响雷果实 好家伙 这种纳美有了宙思之后 正在不断向安尼路看漆 乌索普吃下的是口袋果实 身上能变出无限多个口袋 非常适合拥有各种弹药和机关的狙击兽 正牌能力者 是白屋子海贼团六方队队长布拉曼克 能随时掏出一把大锤子 三子吃下了游泳果实 这个我只能说 懂得都懂 拥有能力加上隐形 这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澡堂 是三子到不了的远方 弗安奇则是吃下了武器果实 作为一个喜欢研究武器的变态 如果能直接将身体变成军火 那是相当方便了